查到最後我們也不會有事 當然在選舉時間到了 他就是在選舉過程當中 一種政治攻擊 不怕監察院要查北流 柯文哲在六分半的影片 還原北流從頭始末 更罷涵我蓋我負責 只是這1.9億元的工程款未結清 柯文哲把矛頭對準文化部 我去年給你公文 你為什麼到今年7月才回來 你要是在12月25號之前 就跟我說你不出錢 以我的個性我也不會去麻煩別人 柯文哲怪公文跑太久 但這番話文化部打臉了 指出北市府為妥善規劃 才導致工程展言 本就因自行承擔 並強調去年4月與6月 都已協調完畢 開嗆柯文哲拍影片 不能取代證據 欠錢就不要牽托別人 而台北市議員許淑華 也加碼曝光多張公文 直指柯文哲根本沒通知過 文化部要參與開會調節 是直到最後要付款了 才通知文化部 開嗆柯文哲濫照 再加一 現後還想把責任推給 中央與蔣市府 蔣市府在第一次發函給文化部時 文化部就回函是否進行調解 但從未提起要主動參與調解的過程 我想針對文化部目前的所作所為 看影片可以釐清爭議 寫公文可以盡早回覆 不想付錢可以不用牽托別人 多出的這筆帳要怎麼算 再引發多方隔空交火 TVBS新聞無愧寧宣台北才發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記得下載TV 我記得下載TV